中国有一句古话,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,外国人来到中国劳金,也是比在他们国家方便得多,而有很多外国人却不知感恩,在来中国劳金却公然嘲讽,这种人的行为简直令人作误。 有一个韩国的男演员扑保健在拍摄电视剧,请回答1988后大火,等他之后不久,就在广告中公然侮辱中国,在广告中,他和一个叫万里长城的人下棋,在这段广告中不但安排女性演员抽搭万里长城,之后还丑化万里长城,而这儿节目的最后,万里长城更是输了游戏。 全世界都知道万里长城是我们国家标志性建筑物,万里长城甚至能在一定程度,尚代表着我们的国家。 他的这番行为传到网上之后,引发了网友的暴怒,网友们纷纷指责,韩国歌手张纳拉经常来中国劳金,不仅与中国的一些剧组合作拍摄电视剧,而且经常参加一些商业表演和走秀节目,可以说他的前决大部分, 都是在中国赚的。 在一次韩国综艺上张纳拉直言没钱就去中国劳金,网友得知后也是非常愤怒,于是张纳拉遭到了强烈的抵制。 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只为劳金,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,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。 虽然大多数的网友都是理智的,但却有很多脑残粉,站在他们那边为他们说话。 对于这些来劳金,却对我们的文化,以及我们的国家,没有一丝一毫尊重的演员就该将进去之门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